大家好,我是桑普,很欢迎大家来到9月5日凌晨时分的桑普伦静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桑普频道,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尤其是patreon每月定额付费 看我在留言的第一条最后的地方有个link,click进去每月定额支持,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段片,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fans的分享赞助支持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关于习近平的事情,好吗?习近平最近有两件事 一件他说很多事情,一件不说事情,昨天也稍有提及,跟爱云条约有关,先说他说很多事情 说什么呢?他以前在2018年9月10日,在中国全国教育大会讲话的一部分 将他截录起来,放在9月1日17期出版的《求是》杂志 他说教育是多么重要 所以看到共产党或者一个专制极权或者法西斯共产极权专制社会 如何看教育呢?两个大字,洗脑 如何看记者呢?两个大字,间谍 你记住我这个说法,记者等于间谍,教育等于洗脑 所以什么国民教育,就是国民洗脑 什么国安教育,就是国安洗脑 你用这些字的对方就对了 就像George Iwer说过,就是战争即和平 OK? 偷握拐骗,就是对你好 用各种的,就是民主,其实是专制 他说的,教育就是洗脑 brainwashing 这个brainwashing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看他的说法 他这篇文章叫做培养得智体美奴 他不是叫得智体裙美的,没有裙这种东西 他说得智体美奴,你只是得做事而已 得智体美奴,就是共产党的得,共产党的智 共产党的体,共产党的美,共产党的奴 得智体美奴,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说呢,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骨 无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念 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也缺少中国味的人 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教育的失败 而这个失败根本是失败,而中国不能犯历史性的错误 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必须把握的大事大非问题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没有什么可以伤括 没有什么可以含糊 绝不隐瞒,绝不隐悔,绝不可伤括 不可以有计划的,也不可以含糊 我真的不明白那些什么 掌着中国念,不是中国生活,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 是含糊,还是隐悔,还是什么 总之他说你没有味,就没有味 他问来问去,他怎么问呢 你没有中国味 什么是没有中国心,没有中国情,没有中国味呢 当然完全有他决定的,这个就是他的教育 当然在最近几年共产党搞很多整色整衰型 19年11月当时香港理大中大打到含糊兴的时候 中国就搞一个新时代外国主义教育实施干扰 接着在两年之后21年又搞大中小学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生读本 接着在去年的11月,23年的11月 就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法 接着在今年年初已施行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讲洗脑 他在文章讲到,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 因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他维护政治统治 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 你想想,他说要维护政治统治,维护社会稳定 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 其实是偷换概念 教育的十年数目,百年数人,教育的重要 但他的教育是为了什么?维护政治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 即是他维护政治统治,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单一统治 接着博风一转就说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真是毫不含糊,毫不忍悔 没有办法相确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要再说什么多党制 什么八大民主党派收党 中华人民共产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要跟我说中国不是中共 即中共、中国当然你严格上来说是两个概念 如果中国是文化中国,历史由3000年来那个叫中国的话 当然这是学理上很有问题 1911年梁维超才创造中国这个概念 才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五族共和是很后期的事 你跟着三千多年有中华民族、中国这个概念 你是老生死的 再说多一次 中国和中共貌似不同的概念 其实本质真的很雷同 中国如表法律 血缘为本 跟着呢 专制、独裁、前脚、宦官 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你要不要臭崩崩的东西 所有好的东西 不是你看着那些人意、理智信 学回来的 而是学一些基本的 德智体群美、真善美 学一些基本的公民教育知识 学一下香港怎么用 用诚信来做生意 讲契约精神 讲产权 讲概念的清晰度 不以尊卑为分 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这些东西在儒家思想有吗? 在法家思想有吗? 收皮吧 我可以很简单 你墨家思想都没有了 不要再说 你就算什么道家佛家 都没有这些思想 即我们基本的东西 不可为然的 我们的现代文明 我们这么多的文明 这么大的文明 这么多的科技发展 完全和我们三千多年来的文化 完全没有关系 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很基本的点 这个之所以香港人有异于中国人 也都是台湾人之所以有异于中国人 如果还有分别的话 就是这些基本的分别 当然我常说台湾是繁体中国 但是它当然的分别没有香港人 当年和中国那么大 但是起码真的有分别 那个地方不是由于 即是温柔敦厚 而是由于 这种尊重是来自于 很多日本文化的洗礼 50年的统治的洗礼 不明白的 你就不明白 以前的下水道 灯泡完全不同 那你想想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分别 好了 他说 习猪头说 中国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中共和中国不是一体 就说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 那你说我知中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 那你的唐禄烏梁海 新疆 西藏 香港 澳门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东北 云南 是不是你管是有主权而没有自权 你继续幻想想日飞飞 你指着月亮 我首先当月的 月亮呢 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但是我们没有自权的 全世界 冥王星 银河系 N个银河系 黑洞全部都是主权 就是这些这样的说法 今天去到这种想日飞飞自我幻想的境界 我不理你中华民国宪法怎么规定 港澳条例 两岸条例 在我们宪法里面的地位是怎么 不要不面对现实 必需要面对现实 现实不是你就不是你 台澎今晚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暂时的名称是这样 未来怎么面对 2350万人决定 而你希望有一天正常化 真正成为台湾共和国 这个就是我一直的想法 如果你说你不同意的 行 你继续在那儿想日飞飞 接着带着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这些博博佳老师 教你的那些东西 不断又说 中国就是说 中华民国是及于蒙古 新疆西藏香港 所有东西都是中华民国的 那你为什么不恢复行使主权呢 为什么不徽军反攻大陆呢 如果你不是的话 继续等 等等 他们有主权 没有治权 那你自己的脑筋 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所以说 希望大家能够解决 这个基本的毒瘤 面对现实 才能够面对全世界 不是那些全世界的人 日本人 韩国人 欧洲人 英国人 美国人 澳洲人 纽西兰人 怎么看你呢 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你自己其心不正 何意证人呢 你有说服到人家的说法 才能够使人家觉得 嗯 能够拜你那套 你说那套 完全是荒谬的 人家只是 表面不笑 你心底里在笑 你了 是不是 所以不要做些这样的人 OK 施不扯开去 习近平就说 中国人民国是中国共产党 令到社会主义国家和 这个实在决定了我们的教育 必须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根本任务 培养一代又一代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奋斗 终身的有用人材 即是说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你就没用 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你就不是拥护中共 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你没有资格做建设者和接班人 只能够成为破坏者和挖务人 我告诉大家 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挖务人 是谁呢 只有一个 习猪头 所以希望他继续挖 努力挖 不要停 也不要继续 不要偷懒 监督习近平继续挖务 因为他才有资格挖务 他的挖务使共产党 潰移美崩 潰烂速度加劇 We like it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最重要的问题 什么叫掌着中国念 不是中国心 没有中国情 缺少中国味的人 是什么人呢 真是不明白的 譬如我这样 你说 黄皮肤 黑眼睛 黑头发 有点小灰 这叫掌着中国念 我想问你 热比亚是否掌着中国念 怎样都像一个鬼婆 或者中公中亚的人 是吧 那哈萨克的人 是否掌着中国念 或者这么说 金仔算不算掌着中国念 是吗 你想想 尹石月 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 是否掌着中国念 或者是这样 達賴喇嘛 是不是掌着中国念 呢 这个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什么叫掌着中国念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可以和我解释一下 達賴喇嘛 我怎么看 他都不是掌着中国念 那你不是 五十六族 全部汉本蒙回座 什么族都是 潜族都是 潜族都是 潜族是什么 潮仙族 那就是整个韩 潮仙半岛 南韩北韩 全部都掌着中国念 那越南呢 那我们有越族 那是不是有 不是我们 中国有越族 不是我们 他们 中国有越族 那越南众种族 是不是掌着中国念 北流道内 目睁塞内 那你讲给大家知道 什么叫掌着中国念 就是今天 这个政权是法西斯的 就是这个政权是以血缘 种族 族裔作为一个国家 的根本的标准 红素绿眼的 生花来的 美国 英国 澳洲那些白人 或者非洲的黑人 那些不是掌着中国念吗 那不是 不是 你用血缘做标准嘛 你看看英国 美国这些 以公民社会 公民民族主义 为核心的社会 它是以 基本的价值 与观念的认同 为国家的命运 共同体的准据 中国从来没有去到这个地方 它全部是用血缘 DNA 你的样子 生成什么 作为一个人 是不是那个民族 或者那个国家的人的标准 这种想法呢 是生翻的 前现代的 落后的 不文明 野蛮 垃圾的 所以我就说 这些东西 根本上一开始已经错 中国 和什么叫掌着中国念 这个东西 根本上是不知所谓的一件事 什么中国心 中国情 其实这些中国心 中国情和中国 无关是和中共 爱共产党和爱习近平的情数有关 而最重要的是 习近平爱不爱你 习近平认为你有没有中国心 中国情 就是说他觉得你有没有对于他的心 他的情 中国味就更加奇怪 你问一下自己没有一股中国脏呢 那我真是不知道用秋割 或者科学的方法量度 总之他说你是就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怎么可以是教育的标准呢 这些东西 这不是教育的标准 教育就等于洗脑 就等于奴役 新的奴役 完全没有自由思考的余地 说明好不含糊的 绝不含糊 绝不能相阔 也无法忍悔 说得清楚 没有什么可忍悔 可相阔 可含糊 说得这么白大家都不明白 香港 中学生现在学着 就是新的学科 公民经济社会科 就是公经社科 现在已经开始第一批要搞国 爱国教育 习近平思想 将它列入课纲内容 OK 即是很可能 突然时 根本上就没有真正的香港人的存在 全部中国化洗脑教育 现在150折每个学期 每一折就是40分钟 不断洗脑 其中有20%都是讲 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教育 而初三就要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中特社制度 十二的折课 非常可怕 小学生 常识课 热一拆二 一个人民科 一个叫做科学科 人民科 就由今年开始 试行 要搞所谓的国民教育 国安教育 所谓的香港基本法 中国宪法 哇 小孩子 要学宪法 要学基本法 真是有趣 甚至要出去中越战争 或者所谓的中印战争的内容 鼓励他们成为了小战龙 可以加入少先队 扎红领巾 威风凛凛 升国旗流泪 唱国歌 食屎 全都变成喪尸为武 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习近平现在推的就是这件事 将他18年9月10日那篇讲话 拿出来再次登在9月1日的求是集资 所谓何时呢 就是要讲洗脑 他已经语言干别 他最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差 上次讲过电动车起火 接着又说中国辉达又已经倒下 接着中国经济一沉白彩 大幅降息 减少快拍屋 就是拍卖的东西 刺激消费是无能的 接着又搞所谓的房屋养劳金 接着那个网格员出不到身税 五分之一公务员出不到身税 再加上一半以上的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很多人躺平或者内卷 四十五度人生青年养老院 一大堆东西 我问你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怎样 就是拿回陈连旧火 他说不出新的东西 就拿那些东西再登一次 登一次就说一次 大家就对啊 对啊 接着下面就全部低级红高级黑 他自己自得其乐 这个情况是极度燃烧整个十四亿人的前途 基本上这个前途没有了 绝路 比帐刚还要帐刚 以前呢 中国在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叫做帐刚文化 现在的什么文化呢 叫做分坑文化 很文雅 用广东话来说就是屎坑文化 中国就是一个屎坑 是一个屎坑 这个屎坑就是这样 说完些 貌似 道貌安然 正气想然的东西 全部都是垃圾 好了 说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一方面呢 我后面这句话 只是说一些 因为我们会在 礼拜五的 和杰斯做的 新桑海神州 就会说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就是 賴清德呢 最近在这个年代的电视台 接受张瓦琴 瓦琴看世界的川坊 那我 昨天也拍过片 讲过呢 就是他说 两个重要信息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我分析过了 第二件事就是说 如果中国确实 关心令土完整 应该要尋求清朝 割让给 沙河的土地归还 包括 爱云条约 1858年的爱云条约 那些土地归还 另外呢 就是看到它不归还 意思是什么呢 它目的根本上不是令土完整 目的就是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掩知全世界 想称霸世界 成为世界的霸主 这个就是他终极的目的 好了 讲完这番话之后呢 俄罗斯的外加部 有一番的回应 我们就是 有时间再讲讲 我今天呢 就是多些时间 去讲一下历史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讲历史是讲什么呢 1858年 这个爱云条约 讲之前呢 一定要讲康熙年间 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呢 就是现在被很多人 就视为 符合光时的国际规则 所定立的一个 双边平等的条约 那当时我读 就是那沙的时候呢 老师都这么说 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条约 其他很多那些是不平等的 那尼布楚条约是当时怎么样呢 康熙和沙娥的皇帝 互有公量 在那个西伯利亚的 一些荒谬到爆的地方 互有公略之后呢 订定一条 画界的公约 就以外卿安岭为一个标准 那当然 画界之后呢 就基本上 希望相安无事 那这个就是尼布楚 本清 清国 和这个沙娥 即是沙皇俄国 所定立的一个尼布楚条约 时间康熙年间 即清朝第二位 即入主北京之后第二位皇帝 信治之后就康熙了 即我不计这些 鲁尔克齐 黄太极那些 那你看到清国在这个 就是康熙的治下呢 定立这个条约呢 我先不讲它平平等 这件事先 就画了一个基本上很外的地方 即现在的地方在哪里呢 黑龙江最北的地方 再向北再推一段很长的边界 那囊括的整个地方 一直去到海边 那就基本上有成 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即是比现在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呢 还要多100万1万公里的土地 OK 好了 后来去到1858年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所谓的 这个 中英第二次 即清英第二次的贸易战争 也就是后来牵涉到 所谓英法联军的问题 在这个时间呢 沙俄呢 就趁你病 拿你命 于是乎 用不同的方式 就要你割地 OK 你割地就不打你 那当时候呢 俄约无能的咸锋皇帝 当然啦 没办法嘛 对吧 没办法是怎样呢 割地 那么 埃云条约呢 就是这样割出来的 就是现在的黑龙角 叉龙角 去到外兴安宁设基 这间的一大堆土地 就是外兴安宁以南 黑龙江以北 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割让给俄国 接着将乌苏里江以东 到包括海参威的东面靠海的这些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现在视为中俄共管 这个就是外兴条约的基本的证实 两年之后 英法联军到了 1860年 中俄呢 又签了一份黑月 因为俄罗斯 生俄呢 又趁你病 拿你命 所以谁是清国的敌人 谁是中国人的敌人呢 当然不是美国 是俄国嘛 是俄罗斯嘛 大佬 好了 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又割 原先中俄共管 没有了 玩完了 海参威 没有了 变成一个俄罗斯的港口 原先所有那些 在黑龙江以北的所有的六十万加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没有了 那还有加一个 很多地图画少了 副业岛 在尼布楚条约那时候 沙昂不知道有个副业岛 因为当时候你看到结冰 冰封很多东西 航海技术没有那么发达 曾经有一段时间 清朝是派过一些官员 就是基本上每个月 往往 副业岛 北部 一段时间 很多的 也认契弟 清朝交保护费 为什么 后来沙昂找到这个岛 事实上都没有和清朝迁任何条约 驱逐清朝的官员 然后日本很多的哈尔族 然后日本很多的哈尔族 然后日本很多的人占领了副业岛的南 副业岛的北约五十度以南 原先清日共治 后来俄国赶走了清朝之后 就是俄日共治 后来要去到一段时间 俄国完全拿了整个副业岛 一路去到日俄战争 之后日本整个副业岛 拿回来 去到二战之后 日本战败 将千岛群岛和副业岛 全部给回到俄罗斯 这是亚以达密约的情况 逐个历史 我可以讲整个小时就可以 但我希望用非常简单的说法 跟大家讲 这个副业岛的情况 就是一度是清朝 后来俄罗斯赶走之后 Nobody 没有了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你看看 清朝失去多少土地 由副业岛 到北京条约各样的地方 到这个爱运条约各样 和所谓中俄共管的地方 全部加起来 远远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个只是小小而已 还有在共产党1949年事下的情况下 在整个东北地区 海南抛惨岸 那为什么呢 江东六十四团 继续割 割少少 逐分割 江东六十四团 就是在黑龙江的其中一个地方 刚刚在沙州 这个地方呢 很有争议性 最后 毛泽东大不一揮 割了被俄国 海南抛惨岸 俄国入侵 中国共产党有利杀 193 即我记得是 三零年代 海深威 几十万的中国人 在那个地方都被 这个 苏联 慘实 哪个人跟他说的说话呢 除了我现在说之外 哪个人跟他说的说话呢 有没有记得海深威 有数十万个香港人 不是香港 数十万个中国人 在这里被人杀害的呢 是吧 中国没有说半分说话 长白山天池 原先不是剁一半 全部归于吉林的 现在 毛泽东 想讨好金日成 将长白山天池 破一半 因为呢 这个金日成奉这个 长白山天池 其实他们叫做白头山天池 为他们的神圣之地 是整个金家 金日成 龙卿之地 出生之地 是个神话来的 所以割一半给金日成 又怎么计算呢 更离谱的 更离谱的 爱蒙古 爱蒙古 即是蒙古人叫北蒙古 即是你没有跟蒙古人说的 外内 没有外内之分 这个全部是中土观念思想说的 北蒙古 南蒙古 北蒙古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一百五十万 我刚刚说的爱云条 北京条约加一百万 现在你说一百五十万 整个北蒙古 整个蒙古国 一百五十万 五千给了苏联 而且给它独立成国 原先成为了苏联的附庸国 后来独立了 民主了 也都是比较特别的情况 最近有呢 普京又可以 有个团去访问蒙古国 也都欢迎它了 所以蒙古国有很多的 贪污腐化的东西 但怎么也好 它起码是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很多贪污腐化 很多跟中国俄罗斯 未来眼去的东西 明白 窮 明白 冬天那时候 很多人躲在那些 地下的地方 因为有暖水 可以睡觉 但基本上是赤贫 我想全世界 是数最穷的一些国家 一定数到蒙古国 OK 有钱可以很有钱 窮的一大堆 这个就是蒙古 蒙古为什么你不收回它呢 那你看回蒙古那些人 你是不是有中国 掌着中国念 有中国心呢 难道在内蒙古那些人 就是有中国念 在外蒙古 即是北蒙古的人 就没有中国念 不是吧 你要回答这些问题 小粉红 是吧 另外就是 桃牙 十七万平方公里土地 就少些了 这个是我们组星的唐老乌梁海 十个北京那么大 五个台湾那么大 已经十七万平方公里土地 是吧 很离谱 我记得 1980年代 中英谈判 当时明报的总编 社长金庸 就是他一向和共产党 是共产党员 接着他本身就是问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 中国为什么不收回 一百七十万的 外东北 外西北 西北还有伊犁条约 我还没说 伊犁条约割了多少地 1860年的时候 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北京条约的时候 当时在英法联军之制 整个巴马去到哈萨克一带 那个大湖全部都是中国的 但后来越割越多 前有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 逐点被蚕食瓶吞 沙娥逐个割 伊犁条约 最后谈了之后 原先割很多 现在给回九个给你 就这样割一条线 然后吞併很多 在一条河 以西的大部分地区 逐点逐点被沙娥蚕食瓶吞 清朝完全坐视不利 好了 既然是这样 中国为什么不收回一百七十万的 外东北和外西北 其实那里何止一百七十万 还有蒙古呢 金庸你特意不说 所以说 你怎么知道 外东北、外西北 还有蒙古加起来 三百万多次 为什么偏偏要收回香港呢 但院之地的香港 为什么要收回呢 中国共产党组织整个历史专家团 每个研究完之后 每个都语心 答不了金庸 于是1981年 邓小平又叫金庸过来了 嗯 和你聊聊天 我也是你的读者 金庸这个党员 心花怒房 就说 是 我不再说了 所以我就说 收复不到七地 收复了 提出问题的金庸 就搞定了 没有人再说了 所以就说 为什么要收回香港 为什么不收回土地 共产党 一向都是欺善怕恶 它有它自己的利益 然后它偏造理由而已 香港什么神圣领土 不学分副的部分 什么台湾神圣领土 不学分副的部分 这些都是理由而已 它要这两个地方 它觉得它有能力拿 也想拿 它不想拿那些唐老乌梁海呀 或者那些爱云条约失地呀 北京条约失地呀 尼姆楚条约失地呀 或者伊迪条约失地呀 蒙古不想拿 它就不拿了 是不是 要跟它交往 自己认契弟 大哥是苏联 大哥是俄罗斯 是普京 我要跟你交往好 不就不拿了 领土完整 对于共产党来说 从来都不是核心利益 我再说多次 领土完整 对于共产党来说 从来不是核心利益 什么红线 它告诉你 红线那些 通通都不是红线 当它告诉你 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我搏红油那些 就才是真正要抢 拿的地方 一个贼 共匪 它怎么会跟你说 我要这些东西 就是我要解释给你听的理由 你即是信它的理由 你以为它拿这些东西吗 它说的未被它做到 它不说的 希望它隐瞒 贼的东西 不可以这样 轻言信任 你说唐老乌凉海 是不是 1972年的人民出版社 有本叫《各国概纳》 它说过苏联 1944年 吞併了我国领土唐老乌凉海 中国政府没有承认 既然没有承认 为什么 去到2001年的7月 当时江泽文和普京 签署这个 木轮友好合作条约 相互放弃对对方的任何领土主张 其实说到尾 谁让得多 是中国让得多 为什么要让 因为要讨好普京 连成中俄联盟 脆弱的联盟 都要连成 然后2004年的10月 批准一个叫做 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议 作为最终确认 什么叫最终确认呢 就是割更多的地 给俄罗斯 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 哪个割 江泽民国 这件事 大家知道牵涉到什么问题 就是程翔先生 当时2005年8月5日被捕 被控间谍罪 被捕之后很快就已经开庭 就不像现在对47人案 黎智英案搞成三年半 都现在未审完 未判赢 05年8月5日开庭 被捕 当年已经开审 当年已经有判决 间谍罪5年 他说他发名陈元春 说他追查 2004年质疑外交部 承认不平等条约 说要将中国的情报 转述给台湾的组织 然后说他收钱 于是说他是间谍 其实事实上当时 他是想去广州 拿赵紫荣的访谈录 在白云机场被捕 于是乎这件事 共产党绝口不提 也不承认 千日无悔本书 是程翔的作品 就是说他在北京监狱 和广州的监狱里面 就是沙河监狱里面 所发生的各行的事 他在2008年2月4日 获释 之前 声音黄尸带 李慧玲在商堂的时候 帮他做很多事情 不止一个人 有很多农民委 做很多事情 就算你夸党派的 徐四民 李彭菲 都帮他说很多话 这些说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在历史上 大家清楚了 我也很记得的 这些东西 为什麽 程翔读爆了你 喂 李江泽民卖国 于是乎 江泽民找周永康 有很多打手 打他 打他的话 千日找他出来 很多 当时有曾蔭权在那里 当时共产党都是 还没黑起面 要对香港 于是乎 起码都会把程翔放回来 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开始看破自己的大中国梦的问题 看破一点 亦都是看清楚这个 慕神论的问题 之后呢 他都是信任基督 亦都希望 这个地方令他可以安然 我们希望他能够坚持这些这样的理想 也希望他在美国安好 这件事呢 我们发现到就是 这个时候我看到 喂 共产党你骂他那些人呢 哎 拉来 但是他呢 就是说他卖国那些呢 这些叫他倉巴 他拉来 拉来 揭发他倉巴的人 接着他说呢 我还有些倉巴 就是香港和台湾 香港就收复了 台湾还没收复 但是香港和台湾完全 本身不同 香港一直已经被人解放军 警察长驻的了 但是台湾不是 台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所以我就说 在这件事里面 大家知道很清楚 你记住 如果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过 不承认前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那今时今日 为什么要承认 爱运条约 为什么要承认 中俄18600年的北京条约 伊犁条约 或者1911年之后呢 任人蒙古国独立呢 甚至在缅甸的 泰国的 甚至越南 泰国 缅甸的 在越南的 和印度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拿回呢 和巴基斯坦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拿回呢 所以我说 共产党从来的核心利益 从来不是领土完成 共产党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中共永远操控 而没有办法被分裂 被颠覆 这才是真真正正最怕的 并不是领土完整 所有东西都是藉口 目的是清霸世界 目的是破坏秩序 搞清楚 一里通 百里面 OK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讲其他议题